今天早上第一時間新北捷運局 他不是捷運公司喔 捷運局跳出來 我說啊我們這偏心設計啊 你們是別人不知道 你們這外行的 一開始我也叫他 偏心設計 那一開始大家就說 他當作大家都外行的 就說你看不放在中 我們這本地就是這樣設計啦 到了下午他就改了 他說啊確實有 我用這幾張圖給各位看 這一個 各位看這個突出來 這個啊這裡還有另外一隻 這裡有一隻 總共有四隻對不對 你看這一個 這一個突出來 這一個橫出來 這個跟這鋼香娘的位置是這樣 然後這個這一根是這樣 然後這個是比較大 這個比較大 下面這兩個比較大才是對的 這兩支就是 這支鋼香娘已經歪出去了 為什麼今天新北市政府 沒辦法講確定的時間 因為他沒辦法鋼香娘都已經變形了 這整支都壞掉了 所以就可能要整支抽到 那只有這一根嗎 這個地方偏不是只有這一根 他上下午那幾根都要一起換 這第一個 第二個今天新北剛剛已經出來講說 光這一種偏移的地方啊 有七處 有七個地方 檢查到最後要改善 這個新北的捷運局 我看要花很多時間 正發生的時候 還沒上 還沒上喔 還沒飛啦 還沒飛啦 還說已經在飛機上了啦 對 然後呢 就是說 你...你...你都不會緊張就對了 或是說我們把你飛機說 那是花蓮啊 那是那個宜蘭啊 那是台北走我們無關的 那你就放心... 放心飛出去啦 嗯... 一般來說喔 如果市長是國外聽到台風聽到台東 都會回來 都會緊最快的飛機回來 結果你是坐最快的飛機走 出去 其實我是覺得這個... 盧秀蘭你這種...這種動作 台東人都看得到 我覺得今天的整個 新北捷運公司的表現 真的是很...很丟臉 就完全不像一個專業的捷運公司 第一時間當有民眾反應的時候 他們第一時間是急著否認 而且用專業名詞叫偏心柱 因為一般人大概不懂什麼叫偏心柱 不知道耶 去糊弄大家說 那意思就說YY是正常的 就其實你正常的捷運公司來講 遇到這麼大的地震的情況之後 有人跟你反應說 那個條子怪怪的 你是不是應該... 因為捷運的營運SOP這樣 它遇到幾級以上的地震 它會暫時先停止 然後等到確定安全之後再恢復營運 今天都是這樣子 對...只有台鐵好像還辦不到這個功能 但是其實捷運... 捷運高鐵都有這個功能 對...那講到這個停止呢 我就覺得今天高雄的輕軌是地震之後大概一個小時就恢復了 新北的輕軌安坑輕軌到傍晚大概六七點才恢復 可能那個恐龍嘛 反應比較慢一點 好 再講回這個偏心柱 你...它不是第一時間派人去檢查 而是先否認 對...到否認之後發現 真的不行了 蓋不住了 趕快承認 那承認之後很有趣 大家關心的是 那這條環狀線什麼時候可以恢復正常嗎 一會兒是說這個中午 一會兒是說今天傍晚以前 對... 連前後換了四種不同的說法 就新北捷運公司 每發一個新聞就在否認前一次自己發的新聞 前後換了四種不同的說法 後來說要長期修復嘛 因為這個就知道你傍晚之前不可能修復的嘛 那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新北捷運公司 這個整個螺絲真的是不知道已經鬆到什麼程度 這麼嚴重的事情 你捷運一定有那種巡軌車 就是它是比較小台的 但是它可以在軌道上行 它可以用慢速器 你剛講要長期對不對 那不好意思 他講完長期之後 他又在下 我在不到六點的時候收到說 我們可以正常運運了 他是用單向公車 他是雙向單側的這樣子走 變成你一邊走的時候 另外一邊就不能走 因為是半邊有問題 那等於是你的班 只剩下原來的一半 所以都只剩下原來的一半 那這個不叫正常運運 不要騙人 他前面是先寫正常運運 但是其實內容不一樣 你就老實講叫做單向通車 因為正常捷運應該是雙向可以通車 你就是單向通車 那這個看起來是要花很長一段時間 但是我要回過頭去問 新北的環狀線是在921以後蓋的 我今天特別去查了 921之後 我們的政府都有規定 你所有的公共工程 它的耐震系要到六級 今天新北只有五級弱 對 所以我想請問 那只有五級弱 到六級還差很遠 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是當時施工的問題 還是後面管理的問題 我不知道 這個我是覺得 這個可能新北的地檢署 要開始介入調查了 雖然沒有造成傷亡 這是不信中的大信 但是這個工程看起來 距離六級還蠻遠的 對 為什麼他就歪了 而且環仲線其實蠻新的 他不是說那個幾十年 他不是說那個幾十年 他也台運通車不久 他也台運通車不久 對 他是蠻新的 舊的都在台北 舊的都在台北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值得好好調查一下 我們團哥 你也是土木相關的專業 又是交通專業 你進一步補充 他這個 今天早上第一時間 新北捷運局 他不是捷運公司 捷運局跳出來 我們這個偏心設計 你是北南北 你這個外行的 好 一開始我也叫他 偏心設計 偏心設計 就這樣 就是說 我們這支條子 這支 這支條子 上面這個鋼香糧 這叫鋼香糧 鋼香糧照著你還說是這支的中 還有Y一邊 Y一邊的設計是因為 它是上下行 因為路太窄 路太窄 他沒辦法兩支柱子 對 所以他就比較靠近一點 然後用這樣子的方式 好 那一開始 大家就說 他當作大家都外紅的 就說 你看不放在中 我們這本地就是這樣設計的 到了下午他就改了 他說確實有 我用這幾張圖給各位看 這一個 各位看這個突出來 這個 這裡還有另外一支 這裡有一支 總共有四支對不對 你看這一個 這一個突出來 這一個 橫出來這個 跟這鋼香糧的位置是這樣 然後這個這一根是這樣 然後這個是比較大 這個比較大 下面這兩個比較大才是對的 這兩支就是 這支鋼香糧已經 Y出去了 已經Y出去了 就往這裡移動了 往這裡移動了 往這裡移動呢 幾種方式 刷牌對不對 再刷回來就好了 刷回來 鐵櫃 鐵櫃 鐵櫃會變成 不要再刷回來 你以為是小朋友在玩 樂高 樂高推翻嗎 為什麼今天新北市政府 沒辦法講確定的時間 因為他沒辦法 鋼香糧都已經變成了 這整支都破掉了 所以就可能要整支抽到 那只有這一根嗎 這個地方偏不是只有這一根 它上下那幾根都一起換 這第一個 第二個今天新北 剛剛已經出來講說 光這一種偏移的地方 有七處 有七處 所以這七處 歪去是 是為什麼 歪是 柱子有位移 還是鋼香糧有移動 這才查 不一定 上面這支都沒動 搞不好這支沒有動 動的是下面的柱子有移 如果柱子沒有動 那就是這一根有移 那現在查出來就是有七處 七處有幾根不知道 當然新北市政府現在故作堅強 那我們就是沒有 這個事情可以故作堅強 現在又讓他通車 所以我們就走另外一邊就好了 他現在怕是另外一根 另外一邊就是變成要廢車了 對 你先停 讓我過 那個很難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新北防撞線是無人駕駛 對 他沒有駕駛員 他主動的 你加坑兩台 主動的 然後這樣面對面 我就電腦給最等 你加 新北碰碰車 他現在 他當時 我就這樣設計 這樣是因為單向的一個方向而已 他可以自動 如果即使是台中 台中那種雙向 中間也是隔起來 中間隔起來 就像他這樣走對不對 他現在要讓他 雙向在同一個地方 然後自動車 然後面對面的時候 有一支要停 這個很誇張吧 那這一個檢查 最後要改善 這個新北的捷運局 我看要花很多時間 這事情恐怕沒 市長 我是覺得還蠻奇怪的 他今天要出門的 他還沒出去 他 上飛機了 地震發生的時候 還沒上 還沒上 還沒飛 還沒飛 他說已經在飛機上了 對 然後呢 就是說 你如果你都不會緊張就對了 或是說我們把你飛機說 那是花蓮 或是宜蘭 或是台北 走我們無關的 你就放心 放心飛出去 一般來說 市長是國外聽到 颱風聽到 地震 都會回來 都緊最快的飛機回來 結果你是坐最快的飛機走 出去 其實我是覺得這個 盧秀 你這種這種動作 台東人都看有 就是說 你真的 你也可以出銷 你不是說 你已經在那個飛機裡頭 就不能取銷 我當然這一場 我沒有一定要你取銷 可是那是你一個心態的問題